《四共加恆》是佛教宇宙人生观的四项基本观察 对于人门者来说 它亦是令到心灵转向宗教的四种思维 修法的前行 加恆即是前行 道前基础 只正式修行之前的必要准备 好似行军之前的备办粮草 出车之前的加油打气 正式修道之前所修的一切行 都可以叫做加恆 佛教各种修行道 都有其加恆为前提和基础 就好似盖防立舍 必先打好地基 地基不顾防舍难免崩塌 大乘多种经论都强调加恆的重要性 展述加恆的内容和观修方法 人门先修加恆 本是佛教诸诚修道之通途 庄传佛教十分重视修学次第 强调道前加恆的修习 有系统严正的加恆修持法 包括四共加恆和四不共加恆 四共加恆是显密共修的 而四不共加恆是密教所特有的 四不共加恆的修持 要以四共加恆为基础 不收集四加恆 就没有资格收集大手印法的证行 四共加恆是佛教三成的共修之法 无论任何宗派修行者都应该修学 因为它是可以令到修行者 在法心修行的时候 才将凡俗之心 完全转向佛法的四种思维 这四种思维即是 人生难得 生命无常 因果业报 论会过患 佛教希望修行者要深思他们 思维他们的意义 和他们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因为它的功效远超过一切 显密的正行 它是修行基础的基础 绝对不可以轻视它的作用 否则一切修行都将失去意义 四共加恆之所以有这样的功效 是因为修行者 如果不可以彻底理解人生的可贵 和意识的可悲 就绝对不可能完全利用 这个宝贵的人生精进修行 如果不可以深切体会 空虎无常和因果业力 以及何疏世界六道轮回的悲哀 这样妄言行菩萨道 修大成法 道一切众生成佛 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相反 一旦修行者将繁俗的思想 彻底内化之后 他们的兴趣 就会从短情的细族事物 转移到长情的宗教事务 而且为他在宗教修行上 不断精进打下坚实的基础 佛教认为 四共加恆 远比深一层的大手印观赏容易学 因此也就更有效力 所以 四共加恆是大手印修持的重要先决条件 在大手印的修持中注入四共加恆 哪怕只是一点点 他的效力也会胜过单纯修持 现今通用的四部物族中 所有的重念和观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jail